好 中华蓬莱先导道教会从1月2号到1月27号 总共有26天在尼桑的汽车步道 办理了岁末寒冬布施韩市街友公晚餐的公益活动 那么理事长张天宝就说了 活动当中也有进行祈福仪式 透过活动来关怀韩市的街友 那么吉安乡长游淑珍同时也发放了红包带跟虎年金币 同时也预祝大家新年快乐 中华蓬莱先导道教会从1月2号到1月27号 共计26天在尼桑前步道 举办水墨寒冬布施华林县韩市街友游民公餐公益活动 中华蓬莱先导道教会理事长张天宝表示 本则东方木工慈悲的精神 关怀弱势汉街友们 蒋向人游淑珍也发放红包带 来向银香金虎年的金币 资政给每位韩市街友们 也邀请志工们一起来共享盛举 希望透过活动来关怀韩市民的街友 同时也预祝大家新年快乐 再一次感谢我们蓬莱先导道教会 我们的张理事长跟我们的游老师 还有我们所有的服务志工 带来吉安暖暖的爱跟暖心 尤其25天 我们的街头韩市送餐服务 顾及到我们的防疫工作 希望我们在暖暖的寒冬毛毛的细雨里面 带来吉安暖暖的爱给关怀跟幸福 看到每一位我们来临去的乡亲 他们脸上战露了一个感谢跟幸福的笑容 我们代表吉安乡来感谢我们蓬莱先导道教会 为我们牵起地方的服务 为我们关怀我们寒冬送暖的这一份新年节前的温情 再一次感谢我们的爱与关怀 奉献吉安 更要祝福我们乡亲好朋友们 平安喜乐 吉安相公所是大家的好朋友 在疫情期间 请大家一定要戴好口罩 让我们一起守护社会跟社区家人的安全 感谢各位 感谢乡亲来到我们这 我们一百十一年中华方来先度度高费 基板 韩式 街友 动晚餐 要让大家在公亲吃身体健康 让他们过年可以有一个温暖 也终于说大家新年快乐 万事留意 身体健康 做法防疫 中华逢来先到道教会秘书长游金黄 并且装好每一份鸡汤和便当 晚间六点就准时一一分送给在场的韩式们 从1月2号到1月27号为期26天免费供餐大家来使用 中华逢来先到道教会也预祝大家 互年新大运 新春大吉 记得讲运 今天下午导 我们下午导